我想王院長應該聽到了 但是我也再生 我是要對國民黨這樣講 不要把民進黨的人逼到後來又 上井岡山走街頭運動 社會力 那是一種內耗 所以在處理內部我等一下非常小心 坦白講我這時刻我也自動轉向 我是國民黨的反對者 這是我的職業 在野八年 國民黨有沒有扮演好 堅強有力的反對者 沒有我這樣說 第二點李光耀我要引用他講的 李光耀說國民黨除了換馬英九以外 本質沒有改變 這是來自剛剛後電的李光耀說的 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馬英九的抗壓性 馬英九的領導力 危機控管能力 現在才要開始考驗 我希望他能針對兩岸 經貿台灣內部的和解 要非常謹慎處理 是沒有出售的空間的 我覺得這次馬英九得了這麼多票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跟國民黨的關係比較抽離 沒有這麼密切 他必須要對國民黨進行更大的改革 我覺得他跟國民黨應該越抽離越遠了 我們來看幾個重點 他是一個包袱 今天整個選戰我們做幾個重點 幫大家再整理一下 這是馬英九時代的一個來臨 那麼他特別強調未來的幾個獨立機關 特別像監察院司法院 這一類型的考試院 他希望他是個獨立機關 未來這個院長他會各界徵詢人選 他不會用國民黨籍 馬英九時代來臨他還做第二個許諾 他說他要讓孩子們看到政治人物 是正面的示範效果 今天常常如此慘敗 知者痛哭 而馬英九的陣營等了八年 終於贏得了如此大的勝利 支持者也互相擁抱 吳布雄致詞的時候也哭了 在這一次馬英九時代贏得這麼大的勝利 身為民主進步黨 只剩下南部五個縣份的 都是農業縣的縣 勉強贏得了一點點些微的優勢 幾乎可以用潰不成軍 如果用得票率來看 他比1997年民主進步黨 或是1993年民主進步黨 在選縣市黨的時候 得票率來的更低 回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在全國的支持度 而這場選戰裡頭 民進黨一直談的都是過去 國民黨的口號叫做向前行 結果選民用221萬票 1800票讓馬英九贏得了勝利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希望請在今天晚上七點半的時候 落選改言的致詞 在這個致詞裡頭 謝長廷說 今夜請不要為我哭泣 請大家和我繼續熱愛台灣 這一次的失敗 我願意個人負起最大的責任 並且修補社會的裂痕 讓台灣社會重新建立愛與信任的價值 這是我個人的挫折 這只是一個民主的結果 而不是民主的失敗 李智英 李星人 你做媒體做這麼久 你會不會想你這個話來的太晚了 但是講的比不講好的 我覺得民進黨是反省的時候 反省的時候 但是他們早如不把心裡的族群的熟恨去掉 是沒有反省 你覺得你從一個外來一看就看到這個族群嗎 是啊 我覺得你還有熟恨在心裡面 你看東西看得不準的 好像你到最後選舉 還有那個張國榮上來亂講 你裝國榮不要在聽場裡面等下 裝國榮 我的國語就是這樣 所以這不是笨的人 但是有仇恨在裡面 透過仇恨去看東西就看不清楚了 但是你要反省 你先要把族群的仇恨去掉 你就清楚你才能夠有反省 我覺得這個對民進黨很重要 我老實說 我作為一個香港的推動民主人 我的感情是在民進黨方面 好 但是過去做的 阿扁做的這麼差 這麼爛 八年 我覺得馬英九選項是應該的 你們看馬英九 很多不同的原因去看他為什麼選項 我看另外一個原因 你台灣的政治圈裡面這麼多壞人啊 這麼重要選一個好人 那現在是選一個好人實現了 所以選馬英九 你們的政治圈裡面太多壞人了 我告訴你啊 壞得要命的人太多了 那麼有仇恨在裡面了 所以我現在馬英九開始 我覺得他的能力怎麼樣 不要去說他 但是他們應該今天開始去選好人 作為裡面的領袖 非常謝謝李先生的建議啊 這個綠軍呢 今天開始流下的滴滴眼淚 是在晚上五點四十一分 台南的關田啊 我覺得今天晚上呢 雖然馬英九是大贏了 兩百二十一萬一千多票啊 可是我覺得有五百多萬的 投給謝長田的五百四十四萬的人 他的心裡是在滴著血的 當然我很想知道 過去一直對他們說話的 那一些特定的媒體節目 今天會告訴他們什麼 那我看到很多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拿著麥克風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感謝民主的風度 然後我們輸掉了 那基本上他安慰了很多他的支持者 可是我相信在同一個這個時間 四年前在很多藍軍的心裡 他們哭著回家 現在是民主政治黨很多支持者 哭著回家 而哭泣的人 雖然馬英九大贏了兩百二十一萬 哭泣的人也高達五百四十四萬 今天第一滴眼淚滴在台南的關田 因為那個票一開出來 那個地方大家就知道 差不多快輸掉了啊 鍾慶你其實對民進黨的支持者 了解也蠻深的啊 我自己呢 對民進黨過去很了解 我其實看到今天在台上 線上庭這樣鞠躬後面 這代表什麼 今天是結束民主進黨八年統治的一頁 可是很多人失去他的大車 失去他的驕傲 失去他過去的濫權的這種態度 他們要真正的從那個位置上去走下來 然後民眾用這種選票制裁民主進黨 讓他下台真正的噩夢 是從今天晚上才要開始 然後明天後天 你腦真的體會到什麼叫失敗 是從今夜才開始 然後明天慢慢慢慢發酵 然後他們會想出什麼 他們會反省出什麼 我覺得這個對大家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答案啊 那我今天中午跟施密德主席吃飯 他並沒有授聽我講這個話 他跟我坐在對面 我就跟他講說有一天 前兩天 我突然做夢 因為做節目很累 做夢做夢就半夜三四點 就驚醒過來 我一生呢 從雖然不像施主席他們 坐牢那麼那麼苦 可是我從我十九歲開始 二十歲開始 我的人生自己很少 我就覺得說我很愛我的國家 我就一切把我的時間 事業什麼犧牲 每次都為了你腦子 全部都是這樣子 然後清晨七點 工作到半夜兩三點 後來我就到說 我現在五十一歲了 很快就五十一歲 我的人生所有的青春 最好的時光 都給了民主進不當 現在一切 這是一個荒唐的夢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講完了以後 施主席就哭了 因為他坐了二十五年老 結果最後換來的是 八年這樣荒唐的夢 他就講到說 其實他到現在 那個坐牢對他的影響 還是很大 前一陣子民進黨 是幫他站台 結果他趕快跑出國外 在國外很美麗的房子裡頭 度假 他半夜驚醒過來 他還想到他被人家刑囚 還有想到說 他還被想到說 這個人家把他抓去槍斃 結果他醒來以後 他說在醒來之前 他說讓我做最後的告別演說 結果劉松帆說 一拍下去說不行 他嚇死了 就醒過來 然後後來他就哭了 第二天他就對他身邊的人更好 用很多溫柔來換取 可是他不禁問他自己 那時候二十五年他坐牢 他沒有後悔過 我想今天的事 你都是後悔 他後悔 所以他說 這次民進黨還是希望他站台 去他家說服他的人 他問他說 你們執政八年 你吃香喝辣 你把台灣搞成這個樣子 我的二十五年 你怎麼還我 其實我聽的是很感動 我的二十五年 你怎麼還給我 你拿我們這群人去坐牢 你吃香喝辣這八年 你拿什麼還給我 你還叫我示意的去幫你們站台 你怎麼看這樣 我想民進黨這個世代 走入歷史山洞 但是我現在是對民進黨的支持者 以及台灣人 那本土人講 我自己研究台灣歷史 我非常了解 弗洛伊德說的 在人的內心深處 那不是仇恨 那叫族群意識 所以台灣人過去三四百年歷史 是被統治的不愉快的經驗 這種族群意識是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叫集體間意識 想出頭天 陳水平在1998年 台北市長落選以後來找我 我根本跟他素媚生平 但是我知道 台灣之子這個logo 絕對可以打下天下的 但是我必須很遺憾的 八年後對陳水平說 人民本來期許你搭建 現在邁向未來橋樑 陳水平你怎麼把你的 整個脫路過去你找呢 我還是認為他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要對民進黨支持者說 永遠不要放棄希望 Never Keep Up 我做媒體我一再告訴自己 我要對民進黨支持者台灣人說 向黨選者要不斷地說真話 Tell truth to power 今天民進黨很大的問題是 你得到政權以後 你民進黨內部 你並沒有秉持著民主運動精神 向你的掌權者說出真話嗎 這個沈大醫師啊 陳水平一當選2000年的時候啊 他身邊的人呢 我們那時候碰到他 第一句話就是 哦 你在做